《海淘法》 《波瑶讲座》 《海淘法》 《海淘法》 所以我们在超度外在的众生 功德来自于你超度你自己 因为你要知道超度是为什么 超度是借由这些食物 这些功德 希望它能够净化烦恼 因为它如果不净化烦恼 那它永不得超度 只是暂时脱离轨道 暂时脱离地狱道 等它暂时脱离地狱道 然后来投胎做人 那还不是一直照顾业 搞不好下更深的地狱 所以我们会跟它念心经 希望它没有贪嗔痴 故空中无言而彼此而生意 空就是一个智慧的了解 所以就不会起分别心 无言而彼此而生意 无色身相会触法 无眼界来自无意识界 无无名义无无名境 因为有了智慧 就不会有分别 所以这个眼睛是要来看经典 看众生苦 看真相 而不是分别 眼睛漂不漂亮 眼睛要吃吃冰淇淋 像男人好色 所以一个法师说 人死了 男人眼睛先烂掉 女人嘴巴先烂掉 女人爱讲话 男人爱好色 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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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喜欢 女人也知道 男人有这个缺点 所以我要性感一点 让你们再看我 我把滴沟也跳出来 那就觉得 你看大家都在看我 我胸部很大 你准备做乳牛 我腿很长 你准备做长颈鹿 我穿个高跟鞋 那你永远鞋子 不用拔下来 做牛 做羊 做马 哭哭哭 这些人都在哭 因为你一执着 他就会卡在那边 那各位这个道理 为什么念阿弥陀佛 当你有这个杂念妄念 阿弥陀佛 赶快拉回来 了解吗 赶快拉回来 而不是说阿弥陀佛 心里还在想那个阿弥陀佛 等我念完 我再骂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老子要做功课 我阿弥陀金 阿弥陀佛 等下我再找你吵架 因为有些人 把这个功课 当作一种修行 我一天要念十遍阿弥陀金 我一天要念一万遍佛号 等下我等我念完 我再找你算账 那你根本没有在修行 念十万句阿弥陀佛号 你还会生气 那你不是很奇怪吗 你干脆放录音机 还坏一点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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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调伏自己 清静清静 不要生气 清静清静 慈悲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有用 就像你在词作 阿弥陀佛号 阿弥陀佛号 慈悲 净化 六根清静 不但清静 六道也清静 阿弥陀佛号 那可以 就像你在念心经一样 所以我想 佛教的根本秘密 念一些 一切唯心照 调伏至心 开发悲心 所以我想 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有慈悲心的人 最重要 因为你用这种心来念佛 当然佛教 最圆满的心 念一下 自归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什么是无上心 无上菩提心 这是最高的心 无上菩提心 就是把贪欲 强烈的贪心 转为愿成佛 度众生的愿力 这种菩提心 把称慧心 转成无称 忍入了大悲心 要转掉 把愚痴执着 变成一种了解万法 而且有圆满智慧的 这种空性的智慧 不是没有 是一切都不执着 那什么都清楚 什么都会圆满 那要转化这三种心 这也是我们念佛的目的 一心念佛 一心诵经 持咒 那所以各位一定要读经典 如果你不读经典 所以你既然发菩提心 发无上菩提心 为什么要发无上菩提心 念一下 众生都是我父母 所以要念众生恩 报众生恩 各位你要决心 有些人嘴巴讲一讲 心里没有在做 心里没有在做 众生不是佛教徒才是众生的 众生不是我们佛堂的才叫众生的 同法门的是众生 不同法门的 你不要来 所以各位 各位身在 回教国家很好啊 每天他在念 你要赶快跟着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朝西方我也朝西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是说 不管他念什么 他都在念佛 你要这样想 希望他们都满怨 升天的升天 最后他也能够到西方极的世界成佛 所以那你要 你要转你的念头 那如何如此 第二句话来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障 智慧如海 精障有两种 真实的佛经 第二种 你的心 才是你的精障 我们看佛经 就像各位现在听我讲话 你要把这个话 入你的心 入你的心 以后你贪嗔痴的时候 我们要想 那位法师说 不能贪嗔痴 那位法师说 要 入你的心 所以精障有两种 所以经典是 静子 静子 当你在生气的时候 你赶快念阿弥陀经 那我现在在极乐世界 我怎么好生气呢 是因为你心 已经被境界转了 所以你才会生气 所以你赶快念阿弥陀佛 赶快转回来 当你在生气的时候 你赶快念大悲咒 那我要同情对方 对方在造恶业 在贪嗔痴 造恶业 值得我同情慈悲 我还骂他干嘛 骂没有用了 你要对他越慈悲 他就变好人 所以我刚出家的时候 我师父叫我经常去监狱 监狱 如果你看他的档案 你会气得半死 哇 这个杀妈妈 这个强奸别的女人 还把他杀掉 然后女孩就跟他红法 你会气得半死 但是不能有那个想法 监狱的人就是很可怜 他们力气那么好 这么年轻就杀人 他如果拿来修行多好啊 可能家庭不好 可能朋友不好 引导他不好 像去女孩子监狱啊 我经常去女孩子监狱 女孩子监狱平均都25岁到30岁而已 为什么这么年轻 吸毒啊 卖淫啊 就是这样 所以为了要让他去卖淫 就拿毒品给他吃啊 毒品吃完了没钱 就叫他去卖淫 所以个个都年轻 进到里面就全部离短头发 然后皮肤白白 真漂亮 真美 他里面多单纯啊 我说你们不要出去 在里面都是美女 个个养的白白胖胖 环境好 那出去外面 环境不好 把他都在地狗啊 拐他骗他 所以问题是 你去了解 你就会 因为了解 所以慈悲 因为有些从地狱到来的 所以他本来就是这样 会找到也很可怜 他从恶鬼到来的 所以他真的是贪贪的要死 哎呀 因为他家庭破裂 很可怜啊 这个杀人 哇 好可怜啊 将来还要下地狱 我们赶快带他忏悔啊 受保管在界啊 多念佛啊 所以我们在监狱都 教他们敲木鱼 一定要有个声音 咔咔咔咔咔咔 木鱼敲破好几个 功德无量 因为他们心态不好 赶快敲木鱼 咔咔咔咔 声音可以帮助他 他们就在念大悲咒 没有毒可以吃 就念大悲咒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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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大悲咒来戒毒 因为大悲咒有力量 教他们 所以你对坏人要慈悲 你讲 冤亲平等 所以各位 你读了佛经 要用在心上 深入经上 智慧如海 了解众生的心 了解自己的心 怎么样帮众生 所以你要看佛陀的心 佛陀的心 就在经典里面 把佛的心 进入你的心 深入经上 这叫一心念佛 阿弥陀佛怎么想 阿弥陀佛怎么做 地藏王菩萨怎么做 观音菩萨怎么做 把佛菩萨的心 身口一转到你 既然发佛菩萨了 你一定要转化自己 净化自己 你才可以达到第三条 来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河南慎重 你才会成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 所以 发佛菩萨一定要劝进行者 你要有众生的 领导的能力 你才可以带领着这些 黑暗痛苦迷茫的众生 赶快脱离轮回 往生净土 走路成佛之道 那所以 你要有这种 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那你要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各位 念一下 不能生气 要修忍辱 要修慈悲 要讲好话 懂得 布施爱与力行同事 不但如此 带着众生 河南慎重 带着所有人 去拜善之事 哦 这个老和尚 哇 这位修行者 好呢 不是来拜你自己啊 因为每个众生 有他的因缘 所以 但是你要达到 有这种 同理众生的能力 那你一定要发菩提心 第二 你要有智慧 菩提心 你大悲心 做基本 因为众生都是父母 对我有恩 所以我愿父母离苦 所以我要为父母成佛 那你既然发心了 我发现现在很多菩萨 每天在道场忙忙忙忙忙 然后叫他 哎 你煮这个饭不好吃 嗯 给你兵度 给你讲 他来道场插花 他讲 恩博人 这个下次的法会 换别人插 小鹿 翻脸 这个叫做 烦恼很多 又占有欲 他不是来进化自己的 他来凸显自己的 他来抢地位的 所以各位 这点要小心 做道场的会长 最容易下地狱 为什么 因为你用自己的看法 去经营道场 会害死你的 所以活教说 一个人 不深信因果 没有空信 千万不要做主持 千万不要做会长 千万不要做皇帝 保证你下更深的地狱 所以各位 今天愿意经营道场很好 快速成就 但是你符不符合佛法 很重要 心态很重要 下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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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做会长 我想办法设计对方 把他干掉 然后做了会长 我就不下台 买票 现在我们佛教 有很多这种事 所以后来 我就跟他们讲 不要选 不要选 选了会翻脸 因为选选引人 做个领导者 做个法师 不是因为你出家 就是法师 不是因为你是佛教徒 就可以做委员 而是 你有没有那个德 有没有那个智慧 不然的话 像我们做法师的 像我这样 快速下地狱的 要么就快速成佛 要么就快速下地狱 拿着麦克风 胡说八道 因为讲话很重要 讲话为了个人自私的目的 讲讲讲 等一下红包包多一点 功德主来来来 电话几号留给我 然后下回呢 我也要盖一间更大了 大家来供养 各位 如果是这样 你就不要接近 因为没有法 因为你有钱嘛 那三天两头 打电话给他 哈喽 哈喽 你在哪里 我买东西送给你啊 他对你很好 他不是对你很好 他对你的钱很好 那不是在做生意吗 所以各位 这个叫末法 末法最重要 来 归一生 永离二之事 亲近善之事 各位千万不要 哪里有海报 有法会就去参加 你要记住 这个法师 或是这个在家老师 他有没有政治证件 他没有政治证件 你不要去听 他会污染你一辈子 污染你一辈子 然后有现在最大的问题 什么 生病啊 得癌症啊 来来来 看看来 会会会 有没有什么神通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 然后一票人 游览车 叫叫叫叫叫叫叫 大家都通通 哇 几万人 哇 这个大法会 然后呢 大家都骗得稀里哗啦 你不去还没事 去了回来 惹了一大堆魔鬼 找你 所以各位 这个很重要啊 你去接近任何一位法师 或是讲佛法的 如果 他说他是什么神通啊 观音菩萨啊 骗你啊 还吃肉啊 还有太太啊 说什么事 他是什么大法师 大灌顶师 你连看都不要看他一眼 海报也不要看啊 你放在你家 家里都有鬼 这个世界 邪师冲刺 悦莫法 为什么会有邪师 你不能怪他 怪我们自己 动机不对 有所求嘛 就像各位以前 去梦当机 当机 那你有所求 你只能找当机啊 但是当机也有 对也有错的 如果当机要红包了 你就不要去了 我比你还缺钱 这个当机说 我很正 不要半毛钱 嗯 还可以参考 因为人如果正 神也正 知道吧 人不正 神就歪 邪神 邪魔歪道 你不问还没事 问了他给你 化张符啊 夏威 来来来 跟我睡觉 你身体就会好 给我钱 你就会好 那你就坏了 因为我们华人 有个好处就是 相信 相信有轮回 你只要很虔诚 不用问 真心的去做 祖先一定得到礼 只是有一点 我必须告诉各位 今天你胃痛 你不要一直用你自己的名字 去做功德 你胃痛 你要还给他债 你最好 这个冤金赛主 给他取个名字 归一叫慈悲 直接用慈悲的名字 去做功德 还他债 这样比较快 这一点注意 就像各位 有堕胎 胎儿 有登记名字 集一集二 集三 集照 你要用集一集二的名字 为他点灯 每天多点两盏灯 多点两支香 多念两遍心经 多念二十身 阿弥陀佛 他不超度很困难 因为他知道 妈妈好爱我 妈妈关心我 不是妈妈 我跟你念一念 你赶快走啊 不是 不能有那个想法 妈妈希望你好好的 修行成佛 妈妈爱护你 希望跟妈妈在一起 一起修行 你要用这个心态爱他 然后姻缘到了 阿弥陀佛就来接他 就走了 但是你千万不要一个 我念了七部地藏经 他还不走 那小孩子会恨死你 你把经典当手段 要把我赶走啊 不能有这个想法 各位 你的妈妈 现在往生了 你就是希望妈妈 永远快乐 对不对 妈妈我天天帮你念 念到你成佛最好 但是妈妈说 对不起 你念到我现在 我已经变成天神了 对不起 我要升天了 因为天神不喜欢在人间 你念念念念念到妈妈说 谢谢你了 我已经看到阿弥陀佛 他天天用莲花来啊来啊 对不起了 我先走了 我天天回降给你 所以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升天 你每天赚钱家庭快乐 气色好 爸爸妈妈一定加持你 因为他爱你 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会爱儿女的 是因为他痛苦 没办法 求你帮助他 但是我们除了超度父母 还要超度 念一下 无事孤魂 六道众生 同德解脱 什么叫无事 没人拜的了 为什么我们要烧那么多 等一下烧到警察来 就成功了 为什么 这马来西亚无事孤魂太多了 因为他不像我们佛教徒啊 佛教徒每天还知道布施食物 布施食物啊 但是其他的宗教没办法 其他宗教不认为 死了还要供养食物 不认为 因为他认为死了就升天啊 你要给他衣服干嘛 你要给他食物干嘛 那我们佛教徒 这个死了 如果再次没有做善事 死了怎么会升天呢 再次没有布施食物 死了没有东西吃啊 这是势必 所以各位这样了解了 所以再念一次 贪嗔痴慢嫉妒 转为智慧慈悲 深口意 修食善业 转为 佛提心的深口意 那做的叫波罗蜜 什么叫波罗蜜 念一下 自利利他 你做布施不是为了功德 布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断除自己的贪心的烦恼 布施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穷人需要的 那布施要达到这个 自利 断烦恼 利他慈悲 这个叫波罗蜜 然后呢 这个功德呢 回向众生都成佛 自己一定要早一点成佛 有佛陀的智慧 所以所有的功德对自己只有要求一个 断烦恼 成就佛陀智慧 这叫成佛嘛 所以 但是功德都回向给众生 慈戒呢 慈戒就是要求自己 不管别人砍我杀我 都 我都不会报仇 我都不会害对方 所以希望大家 千万不要有设计别人 害别人的心态 做生意很难 做生意奸商奸商 就要骗人 就要卖贵一点 所以你生意做得很好 代表你很奸诈 除非你是那种有福报的 不用开口就有钱赚了 那另当别论 如果你是设计来的 做得很辛苦 终于赚一点钱 那代表你就是奸诈来的 不然你有没有办法 所以 那各位要 要开始转化自己 所以 慈戒就是 我绝对不伤害任何人 绝对不伤害任何圣民 而且呢 我还要引导别人慈戒 而且 以慈戒的功德 回向给对方 让别人学我慈戒 再来 忍入杜称慧 不要生气 所以自立立他就是说 透过不思消除贪心 透过慈戒消除伤害众生 透过忍入消除自己的称慧 而且你忍入了功德的福报 就可以不思给众生 向好庄严口才好 那别人就喜欢跟你在一起 一个爱生气的人 谁会跟他在一起呢 你就没办法同理大众 而且这三项各位要 很努力做 来 精进度懈怠 各位要很 24小时 连睡觉都还在修行 要精进 你不要 睡觉就 嘴巴打开 腿打开 哦 好像低呢 睡得像低沟啊 因为有人一睡觉 就觉得这是我享受的时间 你要觉得睡觉好浪费时间 因为佛陀一天才睡一个钟头 我为什么要睡六个钟头呢 所以那你要 你不要认为说 没事就睡 没事就睡 那你这样就 把你自己变成猪了 下辈子变成一个 喜欢听佛号的猪了 因为鱼吃的果报 所以各位你要精进的 去不思慈悦忍入 不要浪费时间 现在我劝各位 我们华人最喜欢赚钱赚钱 一个月上班三天就好了 够用就算了 其他四天拿来修行 拿来布施 好不好 如果你有福报 不要上班了 老爸有钱 让老爸修功德 你每天去做功德 布施回向给你老爸 那才是大功德嘛 你千万不要 老爸的钱给我 我来开更大的公司 老爸贪不够你继续贪 甚至不小心 把老爸的钱都给浪费掉了 所以各位 有个正确 如果你家已经很有钱了 不缺钱 你跟你儿女讲说 赶快赶快去修行 不用赚钱 你去修行 爸爸妈妈保证升天 那才是最会赚钱 对不对 你千万不要把儿女推入苦海 你好好去赚钱 做钱的奴隶 所以我们已经忙一辈子了 所有赚的钱都要给儿女了 你不要再把儿女推下苦海 精进就是 不要去忙那些不该忙的事情 现代人赚钱很精进 修行不精进 那就颠倒了 再来 禅定度散乱 所以各位要修禅定 禅定就是你要练习 打坐 超经典 不要打喝睡 数呼吸 呼吸 然后呢 念阿弥陀佛 念得很清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十念法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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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十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每一字都听得很清楚 你不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又没什么 又空气 而且念佛 也不是为了自己禅定而修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朵朵莲花 度众生 所以你不敢停 因为你一停了 众生又停止度了 知道吧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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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念到地义 恶鬼道都空了 所有动物都超度了 所以你不敢停 所以这个叫禅定 但是大乘佛教的禅定是什么 来 不离大悲心 永恒安住在慈悲心 念佛 永恒安住在菩提心 念佛 所以你连睡觉都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并不是佛号 而是慈悲心 菩提心 慈悲心 菩提心 这个才是佛号的意义 各位不要执着佛像 佛名字 诸佛同体 哪一个体 利他慈悲的菩提心 空性为体 你要抓到佛教的精髓 你把地藏经背起来了 不知道地藏文菩萨在想什么 不是可怜吗 所以很多人很会念佛 甚至有时候我去很多地方演讲 海道法师 多念佛 我不知道讲什么 我天天在念佛 是你没有在念佛 因为你把阿弥陀佛的佛号 执着了 去排斥其他的佛法 那不是很可惜吗 佛陀的精髓是什么要抓到 所以这是第六个 来 般若度于痴 般若就是了解万法真实像 佛的本体是什么 佛的本体就是空性 大背心 菩提心 诸佛同体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你要去了解 所以在世间 你不会被这些生老病死 这些只是一个演一场戏而已 来来去去演一场戏而已 夜报的本体也是空性 但是各位你要有这个分析 所以你要冷静 如果你不禅定 没办法分析啊 花是怎么组成的 爱情的结果是如何 为什么它会爱你 爱你是一种欲望 因为你会生小孩吗 屁股那么大 很多男人说 你为什么要娶他 其实也生 如果他不生 我才不要他 哇 那不是很恐怖吗 干嘛做女人 干嘛专门替男人生小孩呢 我又不是猪 规定 生男生 生三个女的还不够 再生 你的心甘情愿啊 为了抓住我的爱情 后来生得好苦啊 那你去分析它 那是爱是什么东西呢 你为什么爱我呢 如果我是一只猪 你会爱吗 如果我不性感 你会爱吗 如果家里没这么多钱 你会爱我吗 然后你去分析 这个不是真爱 这只是一种欲望的 执着的 浪漫的 依赖的爱 这个叫分析 所以你分析清楚了 那你哎呀 错了 就像我分析清楚了 我跟我过去的太太 跪下来磕头 我对不起你 我过去乱爱 我搞不清楚就爱上你 然后就跟你生小孩 我给你磕头 哇 他赶快跑掉 你不要跟我磕头 你不要跟我磕头 他怕我跑去出家了 我说我已经了解 真爱是什么 真爱就是让你出家 那你不出家 我先出家 因为要让你解脱生死 不要在这个世间 这么痛苦的轮回生病 等着老 等着死 再多的钱也没用 所以像你 你如果懂佛法 你一定跟你儿子说 儿子啊 你赶快出家 你如果懂佛法 每天要叫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希望我女儿离婚 回来找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赶快哭海无边 脱离痛苦 因为 爱情无聊时 这个最后一定是苦的 爱得越深 痛苦越多 所以各位 你有波罗的智慧 你就不会执着在爱跟恨 这些都是一个 夜报的假象 暂时存在的 善有善报恶有 都是因缘所生法 有它的原因条件 所以各位要去分析 分析以后不执着 不执着以后要生起一个 那我如何善巧方便 要追求佛的智慧 那你要有方法 你要有发愿 你要有力量 你才可以得到佛的智慧 但是你首先要有无分别的 空性的智慧 你如果有分别 那你就没办法度众生 有钱了就念大声一点 没钱了念小声一点 漂亮了我就给他塞可乐 不漂亮了你自己倒水给我喝 女孩子就是这样 这个男人我喜欢 洗裤子给他洗掉天亮也快乐 这个男人我不喜欢 你也好啊 你自己睡 这个就是分别心 这个分别心你自己会很痛苦 这是我儿子 那不是我儿子 我儿子我爱得要死 别人儿子 抱错了 不气死了 所以这个就是分别心 那各位你要去分析自己啊 你分析自己 你才会了解自己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了解佛法 怎么去超度自己 改变自己 这样最重要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法会就即将圆满 那今天有结缘品 这个里面有很好的奏轮 各位可以戴在身上 那这个袋子更贵啊 这个奏轮是 普明大日如来 灭二去亡 新奏 带着它可以脱离三二道 可以不离菩提金 有很多的智慧 多带着 然后呢 这里面有张它的相片 大日如来的相片 这个外面有印辨石奏 甘露水真言 各位平常多放一点米啊 米呢 到外面都撒 好不好啊 你丢黄金 狗都不会跟你咬尾巴的了 但是你丢几颗米 哇那些鬼跪下来跟你磕头了 不分宗教 那你就跟他结个缘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你将来成佛了 他就会来你净土 也成为你成佛的祝缘 各位呢 那还有一包奏 奏 还有一本书 这个书 是个日历 每天 这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什么日子 明天是什么日子 像下个月开始 每天一千万倍 一亿倍 佛陀神通月 八观灾戒日 诸佛菩萨圣诞日 都在书里面 还有咒轮 这些各位可以带在身上 或是放在水里面 像我都放在水里面到处喷 这个可以带在手上 这里面有六个咒 六个咒 大水球咒 延师心咒 然后这个也是咒轮 大水球咒 嫩延咒 这个贴在哪里都知道吧 各位最爱的苹果手机上面 这个比苹果好一点 这个是准提咒 有些孔雀明王咒 可以把不好的消除掉 你拿了手机就不会骂人 不好的接不到 都接好的 就是断除烦恼 断除不好的因素 也不容易得到辐射的影响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 十二个咒语 代表十二个佛 印得很漂亮 永远不会坏 如果你家旁边有个大鱼池 养很多鱼 你把咒放下去 它会沉到水里面 这些鱼将来至少都升天 乃至你把它放在水瓶里面 水瓶里面 然后走到哪里 喷啊 利益中生 这个叫水解脱 你这些咒碰到水 水解脱 那些风碰到金凡 叫风吹起解脱 那你的嘴巴 经常持咒念佛 谁听到你声音 叫听闻得解脱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 念一下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说是非 不讲没意义的话 多念佛 多诵经 多持咒 劝人 相信因果 那你的声音啊 可以普度众生 所以各位一定要帮人家助念 你去帮人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个人身心疏散 不是光佛的力量 因为有你的力量在里面 如果你这个人很喜欢念 很骂人 你去祝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个人就眼睛 干嘛 你骂我 我帮你念佛呢 没有 我觉得你在骂我 因为你平常爱骂人 爱骂人 你念出来的声音 就有骂人的力量 不好 所以各位也要让自己的声音 能够让别人听了欢喜 听了精进 听了开智慧 本来这个人要生气 看你讲话 他气不起来 因为你有慈悲的力量 在里面 所以各位呢 每天我们所做的功德 都在影响这个世界 那等一下各位 还有两本书 两本书 一本是 深入精障智慧如海 里面我搜集了 如何修慈悲心 如何在家修行 如何了解 因缘果报 如何了解世间无常 如何了解万法 都是因缘所生 无自信空 包括轮回观 最后最重要 如何忏悔念佛 所以忏悔 在大乘佛教 最重是拜忏 所以能够如何忏悔 和往生净土的方法 那这里面忏悔七种心 忏悔四种量 而且深口意如何忏悔 然后呢 按照经典 主师大哲所说的 整理得很好 另外一本 一教奉行 整个修行的次第 那这些主师大哲 怎么说 然后等一下圆满了门口在哪 一人一把箱 好不好 一把箱 这外面买 听说将近八块美金 这是很好的箱 但是我们大量进口 免费送 免费送 就是便宜多了 但是最主要 一支箱代表一个菩提心 那现在有一张白子 我们简单的 要教各位 多一种功德 一杯水也可以成为香的功德一样 上贡下施 今天我们法师 我们战员法师 战将法师 教各位 二十四页的甘露诗诗 或是一百十四页的 烟贡仪轨 乃至一百十八页的 做烟贡 上贡下施 聚之仪轨 乃至六十四页 一块面包 夹个头发指甲 把它烧掉 可以消除你的病痛 替身仪轨 那有很多很多的 很好的仪轨 但是仪轨的意思 就代表菩提心 加加要用佛的心 佛的身口意 来 利益众生 虽然我们现在 还没成佛 但是你只要有佛的心 就有佛的力量 来帮助众生 这一点各位要相信 就像太阳光这么亮 怎么样把这个光记在一起 你只要有一个镜子 镜子的反射光 比太阳光还亮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佛的心 那佛的力量 就像反射的光 你只要清静 发心正确 这个光透过你 就会超度众生 所以你用阿弥陀佛的菩提心 来念阿弥陀佛 那对方就会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会念往生众 这个意思吧 等一下我们 这三桌的食物 我们这个念完以后 还要麻烦各位 把这三桌的食物 前面代表上供 再做一次功德 好不好 超度这个二鬼道 越晚功德越大 特别到七八点 阿弥陀佛说 哇那个鬼最多了 各位就多一点布施 所以我希望各位 从今天开始 每天至少做一次到三次 甘露施食 好不好 在你家门口 这个是佛经规定的 佛经规定 佛弟子 不对这些可怜众生 布施食物 非我弟子 是摩眷属 不分在家出家 所以佛陀在经典说 比丘比丘尼 幽婆色幽婆仪 经常念变食咒 念佛的名字 布施食物 可以超度众生 而且这里面 五十八页告诉我们 点烟共香有十种功德 念变食咒有十种功德 念甘露水真言有十六种功德 二十八页二十九页 你要回去看 好不好 因为今天时间不够 今天一天就把一年的课上完了 我好像第一次来这边 一下就上完了 结束了 毕业了 请问一下 你要自己看 五十八页做烟共的功德 有十项 辨食咒 十项 甘露水真言 药食咒 也有什么功德利益 希望大家 有信心 有悲心要去做 要精进 不要光说不练 那这些都是我们 往生净土最好的助缘 各位已经相信了 相信极乐世界了 发愿了 但是你要实修 修行 要有修 以念佛为正行 各种善根功德 为柱形 那这样你才可以成就圆满的资粮 不离菩提心 好 只拿到了 请各位看右手边 供水计 请把水拿起来 打开一下 一杯水供养佛 回向给鬼道 可以超度八万四千个鬼 所以各位 佛的力量不可思议 水的力量 叫法力不可思议 再来 你的信心 慈悲心不可思议 所以一杯水 以慈悲心 供佛 回向给二鬼道 一杯水可以超度 八万四千个恶鬼 今天我们有四百个人 就乘以四百 一杯水供佛 回向给鱼虾海鲜 一年之内 这个都市所被吃掉的海鲜 水产超度 一杯水拿来供养佛 可以等于念了 一百万遍的 修业这样的咒语 一杯水拿来供养佛 等于念了一百万遍的 发财座 要不要发财 水可以发财 所以你公司外面 要摆几盆水才会发财 所以 那我们现在用这个水 这个水如果供养佛了 特别供养阿弥陀佛 就会变成极乐世界的 八功德水 所以供水记里面写 水有八德 以这个八功德水 供养十方法界 四胜六道 卓诸二业 六道众生的二业都消除了 六道马上清凉 第一道二轨道出生道 得清凉 水来 那嗡阿弘 各位以后点几滴出去 来 我们先念供水记 来一起念 水有八德 供养十方 卓诸二业 六道清凉 点几滴出去 嗡阿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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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喝水都要念 最好把它磕在你的水杯上面 以后背下来 一杯水就上供下施 再来 施水记 当你在点水的时候 也可以念这个施水记 右下角 一起念 此诗诸善根 愿彼立恶鬼 离恶鬼略生 或善去安乐 嗡阿弘 非常慈悲 那左上角 功德回向滴水记 因为佛陀教 拼伯萨洛王 做完功德 观想在水里 倒出去 所以各位 你去南传佛教 他们一定会 用这个 然后他们出家人 最后就念经 然后所有功德 最后就倒在外面 各位大家都会 那这个是经典说的 那我们汉传佛教 比较没有在实践 但是各位现在 更要实践 因为我们有很多 冤亲在主 因为你这个滴下去 这个水就可以 渗到很深的 土里面 墙角 石头缝 最后融入在地下水 河水 大海 所以你百千万节的 冤亲在主 就通通得得到 不然有时候 你来打佛气 回去还生病 为什么 冤亲在主没有得到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欠谁 几百事的功德 然后几百事的冤亲在主 不知道他在哪里 但是你有功德 他就会跟你要 他希望你给他 所以佛德叫我们 要这样做 强原吉路 住无边处所者 雨水游天降 终必会低处 现在不要在里面倒 等一下各位 这瓶水法会完了 所有功德融入在这个水 只要你哄阿哄 倒到你家附近好不好 那你那边就会发了 家里的人 冤亲在主也得到超度 那意思啦 所以强原吉路 住无边处所者 你到的时候要观想 大雨哦 雨水游天降 终必会低处 最后一定会 最深最远最细的缝 都会有这个水 所以冤伯沙洛王 七世以前 七个佛之前的冤亲在主 毁放三宝 而下无间地狱 到了家设佛 投胎做咽口鬼 然后冤伯沙洛王做功德 这些咽口鬼就来讨 讨 因为冤伯沙洛王不知道 当天做完功德 晚上做噩梦 来问佛陀 佛陀就告诉他 哦 原来这个理由 所以佛陀就教他 这样低 而且马上他看 哇 他这些冤亲在主 开始有水喝了 有衣服穿了 有食物吃了 而且各个升天 住皇宫 因为冤伯沙洛王 盖僧僚啊 供水功德都给他们了 成为冤伯沙洛王的护法 如果你的冤亲在主 成为你的护法 那你很顺利 如果你拿阿公还在地狱 你每天走路都会跌倒 生病 因为他苦 他苦他就会影响到你 所以互相影响的意思 所以如此之不失 福之一恶鬼 不但给冤亲在主 这样的不失福报 功德 也利益了所有恶鬼众生 犹如满意流 得便于大海 哦 就像这个功德 浓入大海 各位 一滴水 滴到大海 这个大海永远有你的功德在 这个叫回向的意思 那南传佛教是用实际的水 去做回向 因为天气热嘛 而且那些恶鬼道都可以喝 所以如此 犹如满意流 得便于大海 如此失善果 这样不失的善果 福之一恶鬼 能够帮助恶鬼 好 最后我们来回向 再回向一次 我们叫做排位回向 然后 来 念一下 愿意持功德 观想一下今日的功德 从早到晚 各项功德 庄严 佛净土 极乐世界越来越庄严 你在极乐世界那朵莲花也越来越大了 现在你所累积的功德都在那朵莲花上面 那个莲花越来越大 那个莲花可以载着你整个家族都是极乐世界 再来 上报四重恩 观想一下 上报父母祖先恩 上报所有众生恩 上报所有国家领导恩 上报三宝加持恩 下季地狱苦 下季恶鬼苦 下季畜生苦 下季地狱苦 回向所有死亡儿童 堕胎胎儿 所有病死者 正在生病者 同享功德 所有不失者 互持者 同享功德 像各位今天 不失者买这么多食物 大家都免费啊 还有水啊 感谢他们啊 他们得到更大的福报 来 若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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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欢迎收护持生命电视台 欢迎收护持生命电视台 欢迎收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举重就像跳舞 很奇得吧 面对杠铃 不是硬碰硬 而是找对方法 去面对它 就跟防御一样 面对挑战 我们可以改变接触它的方式 加油 面对未知 我们可以谨慎以对 面对不安 我们可以彼此加油鼓励 面对压力 我们可以 组织后期 我是郭兴臣 我们一起照助彼此 战胜疫情的挑战 团结抗疫 一起为台湾拿下 防疫金牌 台湾 神志愣 相爱的老虎一家 世人都认为老虎是凶残无比的动物 然而今天要讲的故事 却是体现老虎温情的一面 那是在森林深处 虎妈妈和她的孩子阿朵 阿杨在一起生活着 阿朵 妈妈要出去捕猎了 你在家里一定要照顾好弟弟 好的妈妈 你去吧 我会照顾弟弟 你不用担心的 都怪你 要不是有你 我就可以跟着妈妈去捕猎了 姐姐 捕猎是不是很好玩啊 当然了 等你能睁开眼睛 我就可以跟着妈妈去捕猎了 哈哈 扎萌 就让我拿你当猎物 练习一下捕猎吧 啊 不见了 哈哈 小鸟 看我抓住你 嘿嘿嘿 嘿 哎呀 这是什么地方 我到底跑到哪里了 不行 我要快点回去才行 哈哈 这里竟然有个小家伙 看来今天能尝尝老虎肉了 糟糕 有胸 快跑 小家伙 你往哪里跑 你跑不掉的 嗯 救命啊 救命啊 妈妈快来救我 别怕 妈妈来了 住手 扯物 差一点就得手了 哼 你休想伤害我的孩子 妈妈 刚刚真是好险啊 多亏你及时赶来了 不然我就会被这只熊给吃掉的 叫你听话就不听 你还偷跑出来玩 妈妈 我知道错了 下次我不敢了 赶快跟我回去 要是阿阳跑出了洞 要怎么办呢 爹地很听话 他没有乱跑 就你不听话 你知道你这样做 有多危险吗 妈妈 我再也不敢了 妈妈 不要凶姐姐了 阿阳 姐姐她做错了事情 做错事就要被惩罚 妈妈 我以后不会丢下弟弟乱跑了 可是我好想跟你出去捕猎啊 阿朵 我也想带着你出去 让你学习捕猎啊 可是你弟弟阿阳的眼睛 看不到东西 万一遇到危险 要如何办呢 阿朵 如果我们不照顾他 他是很难活下去的 姐姐 都是我的眼睛不好 是我害得你 没办法跟妈妈出去捕猎 都怪我 弟弟 没事的 等你再长大一点 我们可以一起出去 不 经历了这件事后 阿朵便天天留在洞里 照顾着弟弟阿阳 随着他们一天天的长大 虎妈妈捕猎的任务 也越来越重 姐姐 妈妈她今天怎么出去那么久啊 我们都长大了 吃的食物也越来越多 妈妈得捕猎更多食物 来给我们吃 她最近好辛苦 真希望我们能帮她分担一下 都怪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现在就可以帮妈妈分担了 都是因为我 你才哪里也去不了 真是对不起的 阿阳 阿阳 你不要这样说 我们是一家人 互相照顾是应该的 有蛇 有蛇 弟弟 小心 别说 别说 谢天谢地 他终于走了 好了 弟弟 现在安全了 哎呀 怎么回事 我现在感觉浑身发麻 这是怎么了 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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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身体痛不了了 这是怎么搞的 难道是因为被那条蛇咬了的缘故吗 阿阳急忙凑到了阿朵伤口处 不停地用舌头舔着他的伤口 不多久 虎妈妈叼着一只野兔回来了 她一眼看到了阿朵倒在地上 而阿阳在一旁不停地为其舔着伤口 阿朵 你这是怎么了 妈妈 我刚刚被蛇咬到了 不过你放心 那条蛇已经被我赶走了 它没有伤害到弟弟 阿朵 你是一位称职的好姐姐 幸运的是 那条毒蛇的毒性 只有让阿朵身体发麻 没过几天 阿朵很快便恢复了健康 随着这姐弟俩一天天长大 虎妈妈便开始带着他们外出捕猎 然而失明的阿阳仍是让人担心 我们今天要去河边捕猎野牛 如果成功的话 一头野牛足够我们吃上好几天的 妈妈 今天我能和你一起捕猎吗 当然了 我们会把你弟弟留在山坡上 然后我俩去捕猎野牛 这样的话 就算他遇到了危险 我们也会及时赶到的 太棒了 我终于也可以捕捉大型猎物了 阿阳 你就在这里等着我们 可千万不要乱跑 嗯 妈妈 你放心好了 我哪里也不会去的 我会乖乖在这里等你们的 嗯 好孩子 妈妈 你看野牛在吃草 阿朵 别出声 等他们靠近后 我们再选定猎物 嗯 阿朵 看到最靠近我们的那头野牛了吗 他的腿上有伤 跑步快 我们今天就捕猎他吧 好的 我看到了 初级 说着 他飞快地冲了出去 阿朵紧跟其后 两只老虎直奔那头野牛而去 野牛群受惊 四散而逃 虎妈妈和阿朵 朝着他们锁定的目标扑了过去 然后一下子将其扑倒 看来妈妈和姐姐成功捕捉到了猎物 真是太棒了 河边 那头野牛不停地挣扎着 他的牛角一下子将虎妈妈划伤 虎妈妈忍着痛 人死死地咬伤了野牛的腿部 突然野牛凶猛地往后一踢 虎妈妈一下子被甩开 重重地跌落在地上 野牛趁机逃跑了 妈妈你没事吧 哎呀 你受伤了 没关系的 那个家伙的力量可真大 阿朵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们捕猎到食物的 妈妈 以后就让我陪你一起捕猎好了 这样你比较安全 嗯 好的 我的好女儿终于长大了 然而就在这时候 一头大黑熊朝阿阳一步步逼近 什么声音 是谁在我旁边 哎呀 好痛啊 救命啊 哎呀 不好 阿阳有危险 你这只可恶的黑熊 不准欺负我的孩子 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孩 虎妈妈不顾自身安危 向黑熊发动进攻 他一口咬住了黑熊的腿 黑熊甩动熊掌 狠狠地朝虎妈妈拍下去 只拍一下 便将虎妈妈伤得更重 哎呀 好痛 阿朵 带着你弟弟赶快离开这里 嗯 好的 弟弟 快跟着我 我要走丢了 阿阳跟着阿朵身后 用最快的速度离开 而附伤的虎妈妈 用身体挡着自己的孩子 和黑熊对视着 如果是平时 黑熊绝不会朝老虎发起攻击 但是这一次 虎妈妈受了伤 这让黑熊 有了挑战森林之王的勇气 黑熊和虎妈妈 在山坡上打斗了起来 姐姐 你快去看看妈妈吧 她怎么还没回来啊 好的 弟弟 你一定要留在这里 别乱跑 姐姐 你就放心好了 我不会乱跑的 你赶快去帮妈妈吧 哎呀 妈妈 你怎么伤得那么严重啊 我没事的 那头熊伤得更厉害 阿朵 你弟弟还好吗 妈妈 弟弟还好 没什么大碍的 妈妈 都是我连累了你 傻孩子 你在胡说什么 你要记住了 我们是一家人 相互照顾 是应该的 妈妈 接下来 就让我来照顾你吧 都说老虎 是凶猛无情的动物 但是这老虎一家 为了照顾残疾的亲人 却能相亲相爱 实在让人感动啊 孩子的心灵 宛热洁白的画布 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 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 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 请鼓励孩子 收看生命电视台 让最慈悲的开示 让大智慧的发育 让具教化的节目 沉浸孩子的深口